好,今天星期只有四日市,明天清明节假期 今天就继续没有北水,星期三才开始有北水 与其港股今个星期是否会继续整股,为什么区间上落 其实是否一个很大的整股期,是的 但是整股期无论是上方顶部的阻力位 或者下方的支持位都还没找到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急跌元急升的整股阶段 所以如果你看恒指的日线图上面 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准备 纯粹你看到10天线穿20天线 有个结束反弹,纯粹跌了很多,25000跌下来 反弹0.618,去到22400 接着开始有个阻力,又回跌下来 在一个乐观的角度上,急跌完有个回稳状况 整股完再向上 上到升穿22400,一天都降了 你会这样想,很正常的 但有个方面,50天线都没升穿 弹完又是散了,之前试过很多次 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方法 但你问我怎么看,短线走势其实是乐观的 因为我们短线,如果你看我们只看一个星期 或者你只看今天 或者是假期 给多日去 星期三放假之后回来的表现上 你不会看日线图的 日线图就是说过去两至三个月左右发生了什么 就是告诉你急跌完,然后开始回稳 港股有机会摆脱弱势 但是还是要时间 積目以待 升穿1050天线才说的 一定是这样的 但如果你在小池图上面 就会看到 由18253这些位置升上来 连升两天,急升了之后 开始有个整固期 但是这个整固期 是稳步向上的 在小池图上面画一条短期上升轨 在上星期五跌到上升轨那段时间 刚刚立刻摇摇向上,所以反映了整个短线上升动力 其实真的很强 由3月17号开始 有个稳步上升 浪高与浪的形态 这个就是配合一个乐观的 scenario 所以我们觉得在日线图上面还是很大 你如果在图表上面 你真的分不清 或者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指标 在显示 那时是好了 还是弱了 但是问题如果你看到小池图那么走势 那么强的情况下 你就有条件博拒再向上市 所以分清楚自己短炒 还是中长线部署 其实中长线部署我们上个星期都说过 经历完3月中的大跌反弹之后 你这些位置开始有条件可以靠一些本多中性 分注、吸纳、分散投资的方法 去堪赢 但是如果你短线的话 这一刻就不要那么快股顶着 短期来说都有机会再破 22,400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选择要去看淡 我建议你起码都去到50天线的位置 无论科资也好 行资也好 起码那些位置你才去想 而这些位置 无端端伸的手出去 或者伸的头出去做淡 多数都是说 情况不落 或者你要长连捱 你要拼接着这些东西 要不断的坏消息 我之前有这么说 这一刻的市况 缺乏着一些新的利淡消息 而很多负面消息 是未一天都光了 但是是出现一些转机在 无论是污和局势 中概股的退市风险 甚至中美关系 或者说中国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上面 情况都有机会随着很多不同的因素 慢慢的改变 所以这些位置 你说要去看淡的事不是不行的 你都淡了年纪两年 但是问题总会在一天 最坏时和二国 市场永远都是在炒这些东西 上年第四季炒最坏时和二国失败了 当时在两万二 两万三 两万四那些位置整股 差点向上突破 但是问题当时失败 因为有污和局势 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真的出现了 最坏时当然是美国 但是问题现在 没有多些新的因素出来的时候 要再压低指数下去 不容易的 甚至你想一下 当日 咬腰升上来 那天是说 很多历史数据是在出来的 在低位上 是港股历来来 最大的单日成交金额 亦都在说 沽空比率去到20% 又是 从来没试过高过这个水平 这样的情况下 见底信号 其实是真的有的 所以我觉得 市既然有个momentum change的时候 你就不要 硬硬维持一个 以往你选择去看淡 或者很害怕的看法 而之前在三个钟前 我还是很淡 但是这一刻我都觉得 市是有机会慢慢的捱过去 但是带前提就是 你有没有 多严金在手 你有多严金在手 你才有条件去拼 相反 如果你高位一直有货 这些位置 起码开始你搜 搜一下搜一下 有机会被你搜到回家乡 有机会被你回到回馆状况 但是带前提就是 你的股份是有侧蝕 所以三月份这段业绩期 我们说的不是炒业绩 是看一份业绩上面 考虑你家公司 值不值得继续加注 或者投资 我是乐观了的 但是刚刚听你言论上也说 第二季会做得不错 我看你说的不错定义 我觉得如果上到 2万2千 2万4、2万5 已经不错了 但是如果你期望 其实不是升很多的 就是1000多点左右 不错的表现就是 有机会整股 不会再跌下去 可以扭转个下降势 我就是觉得这样不错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 第二季要有一个很不错的升幅 我们帮你报仇 你不用想的 我们仍然说 短线的报仇有点 不会想的 我们之前说的 做了止泄 是没理由吃那么大的跌幅 你如果要想报仇 特别说过一年 输了一整年钱的那些 你起码都要用一年以上 或者三五七年的时间 才会想报仇 但是事的确要澄清 是OK的 收集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